Hello,朋友们,欢迎回到韬光玩具箱 这个科普系列是很久没有更新了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更新一期 我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风火轮里面关于铺宝和超宝的小知识 铺宝,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Trader Hunt 是风火轮呢,在这个1995年推出的一种元素 它最初呢,是每年初12辆 据风火轮最初的官方解释 这个每一万辆小车里面会出一辆Trader Hunt 它们最初的想法呢,也是为了满足这个风火轮玩家们搜集的喜好 在一开始呢,Trader Hunt的小车同其他铺开的小车的区别 是在这个外包装上会有一个Trader Hunt或者T-Hunt的绿色标签 风火轮呢,是在2013年把这种绿色标签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是会在每辆小车车身上 加上这么一个火焰的logo来代表这是一辆Trader Hunt 2007年风火轮在这个Trader Hunt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超宝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SuperTrader Hunt 那么2007年之后的扑宝呀,就跟扑开差不多了 它是多了一个这个Trader Hunt的标志 但是新出的这个超宝呢 其实就是之前那个扑宝的配置 它有这个香蕉轮胎以及更加丰富的涂装 从2007年到2011年 每一批次的扑宝跟超宝的车型啊都是一样的 但是从这个2012年开始啊 每一批次的扑宝和超宝的车型啊就也不同了 那么现在要怎么分别这个Trader Hunt以及SuperTrader Hunt呢 其实很简单 车身上有这个火焰标志的就是Trader Hunt 车身上有这个TH标志啊 也就是SuperTrader Hunt 同时刚才也说了 SuperTrader Hunt有限较轮胎以及更加丰富的涂装 这两种车呢是不会在每个Pitz的箱子里都有的 可能有的箱子有一种 有的箱子有两种 或者有的箱子里一种都没有 但是某一P次的这个Trader Hunt以及SuperTrader Hunt 只会出现在它对应的P次的箱子里 比如说你如果想得到2020年QP次的Trader Hunt 以及SuperTrader Hunt的话 你就只能去QP次的箱子里面找 你是不会在别的P次的箱子里面找到QP次的Trader Hunt 以及SuperTrader Hunt的 其次呢每个P次的Trader Hunt 以及SuperTrader Hunt的车型啊都是固定的 你也不会在一个P次中 发现两辆不同车型的这个铺宝和超宝车 所以呢咱们刚才提到了 每年风火轮都会出15个P次 那么相应的每年呢 也就有15辆Trader Hunt 以及15辆SuperTrader Hunt 不过风火轮在国内的生态真的是挺不友好的 也可能是我本人这个天生的飞球体质吧 反正整批次的箱子 我是从来没有开出过这个铺宝或者超宝 现在想买的话呢 也只能去某宝有这个专门卖的店 或者去玩具繁导城啊 或者沃尔玛啦 捧捧运气啦 那么好的朋友们 这期的科普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捧场 那么咱们下次再见